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来看 八方还在使用比较古老的歼7高空高速拦截机 而比较先进的F16也已经很久没有升级换代 而且老化严重 而JF17因为只是轻型战机 因此作战氛围和战术方式也都有比较单一 从现实习求来说 八方迫切需要一款全新的三代中型空优机或重型多功能战机 甚至是隐身战机 以平衡对手的实力 而其实早在2016年时 八方就表示了对歼10战机和核军苏35战机的兴趣 时称八方空军参谋长 空军总司令苏哈伊哈尔阿曼称 巴基斯坦一定会引进新飞机 而且我们有很广泛的选择 包括中和的各种战机 并且表示会在2021年装备一款新的战斗机 以作为下一代战斗机诞生之前的一个缓冲扩度防寒 从这段发言 我们不难看出 这一批战机采购主要是为下一代引申机做过渡的 因此数量不会太大 不会全部替换现有的GF-17和F-16战机 这个情况和当时国内购买苏5G有一些类似 而根据八方的ACM项目 八方自己正在研发下一代战机 因此注定八方不会花费太多的资金购买过渡机型 甚至苏35的价格 八方也难以接受 因此目前资金问题才是阻害八方的采购新战机的主要难题 相比而言 坚实的优势更大 作为中型机的性价比和绝对成本都是八方目前能够接受的 但是依然排除有其他意外情况 比如说中东的石油大户如果慷慨 解囊 那么资金充足的八方直接采购苏5G隐身战机也是有可能的 毕竟哈尔吉利亚等部分国家已经有意引进苏5G 且苏5G也开放了出口 引进方面除了没钱没有其他问题 直接一步到位获得隐身战机 这对于八方来说是最划算的买卖 也可以直接获得足以压制对手的空中优势 更壮的是苏5G的技术对于八方自己研制下一代战机也有很多的帮助 不过今年全球经济整体不景气 石油大户也都普遍没什么钱 能拿出大笔资金的可能性并不太高 现在能够明确的是 八方的确有意在2021年更换战机 这个迫切度可比说说而已的伊朗要高得多 问题是能够使用多少资金 毕竟八方能够接触到的新进战机并没有什么秘密 这些型号都已经摆在桌面上了 即便最终购买坚实预计最多也就两个中队24架左右 至多不会超过36架 再多 八方的资金压力就太大了 而且坚实和JF17远远相同 因此在后勤维护等方面的成本和压力都要小得多 这方面也能节约不少预算 相对来看 八方担心的是引进坚实 是否能获得足够的空中优势 毕竟可能面对阵风战机 尤其是配备了先进的欧洲流星中具空空武器的阵风 已经属于4.99代战机 对八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空中威胁 而如果坚实不能抗衡阵风 不管价格有多实惠 那购买后也没有实际意义 如果不能在八方下一代战机出现 争取到足够的空中平衡 那么八方会更愿意多掏钱 去考虑苏35和苏57 虽然出钱多 但是效果好反而更划算 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八方来说 最有感触 因此资金问题 坚实的性能这两方面 将最终决定八方新战机的订单 到底花落谁家 马来西亚拒绝光辉战机 印度抱怨中方背后使坏 坚实多次炫耀性能 据赫罗斯塔斯社12月21时报道 近时一家媒体印度总结了 印度国产LCA战机出口难得问题 认为LCA是全球公认的优秀的轻型战斗机 但是在出口频频遭到中方背后使坏 导致这款战机无法出口 马来西亚采购战机时 印度的LCA同中方的歼14E 中巴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机 以及美制F18战机同台竞技 在竞标结果还没有出来时 印度媒体就宣称 马来西亚对这款战机很满意 可能会采购30架 结果马来西亚拒绝购买印度的光辉战机 之后斯里兰卡采购战机项目上 LCA同样没有拿到订单 印度认为 其在斯里兰卡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订单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依然失败 实际上印度自己的空军 对这款战机都不太满意 更不用说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了 因此拿不到订单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在一系列的挫折之后 印度开始将所有责任推卸到中国身上 认为每次光辉战机准备竞标 歼14E9及时赶来 而且当场炫耀自己的性能 印度认为 每当光辉战机的出现在竞标名单上时 总有歼14E一同出现 显然中方是在故意拆台 印度认为 该国都用了一票否决权 来阻挠印度的战机出口 但实际上 印度这款战机真的没有什么竞争力 IOC黑的出口价高达8000万美元 印度称这是欧美价廉的产品 但实际上 核制苏35这样的重型战斗机出口价 也就这个程度 另外 IOC黑使用了大量的外国系统和部件 包括美制的发动机和欧洲的航电系统等 其保养之复杂 连印度军队也难以搞定 更不用说 其他国家真的不能怪中方 连续参加多次竞标活动 IOC黑都以失败告终 新德里方面对歼10ZE可谓恨之入骨了 新德里方面不从自身寻找问题 反而间问题 规则与竞争对手捣乱 IOC黑发展到现在用时超过30年 但是30年的时间并没有打造出来精品 印度空军对这款战机很不满意 但是在新德里压力下 不得不采购部分战机 不过这些战机也只能充当门面 难以承担起重审 印度方面不从自身寻找问题 只是将原因归结于歼10CE 故意阻挡印度战机出口 那么这款战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难以出口 印度神在很多问题上都显得很自信 比如明明各方面都很糟糕的IOC黑战机 在印度人看起来就很优秀 并且认为同后美的先进战机 有同台经济的能力 明明没有生产航母的工业基础 但是就认为自己有生产航母的能力 结果首艘国产航母已经多次下水了 到现在还难以服役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是印度并不认为自己不行 实际上 新德的工业基础比较薄确乏完善的工业链条 很多东西都依靠进口并没有生产先进武器装备的能力 对印度来说 想要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 需要低下头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进步 但是印度总想一口吃成大胖子 就空战能力上来说 针锋和歼10C应该是各有优势 两者空战性能差不多 针锋在近距离格斗和电子对抗上更强 发动力也更充足 而歼10C则在高空高速性能和雷达摊测能力上占据上风 针锋战机即使法国人自己采购 恐怕也要1亿美元 而到了卖给印度则变成了36架总价达到88亿美元 达到惊人的2.44亿美价 要知道这可是三代半战机 这个价格甚至比2.2亿美元大家的F22还贵 而歼10C战机的单价恐怕也不过4000万美元左右